背景 運收復習巴羅爾五鎮 巴木特城陷阱 T90 被打爆 俄軍戰實防空系統 BASIC 攻擊位 裝甲坦克大決戰即將登場 觀眾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欢迎关注新冷智情新,我是宇童 下面开启今天的节目 自于年7月以来,尤其进入2023年 巴默特这座城市,成为了乌瓦兰与俄罗斯之间经历交换的舞台 双方的双方人数已经成为了沉重的话题 从整体战局的角度上看 那下巴默特市区无助于俄军改善战场态势 根据2月底巴默特的无人机图像分成 交捷的建筑已经被移为平地 无法有效掩护部队,亦难以建筑防线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养乌瓦兰人接到巴斯后方 部署在城西白国里的哈索夫阿尔高地 还有巴默特市区的俄军步兵无处躲藏 将成为高地上的乌瓦兰炮群的活靶子 有没有忍不住要问,如果是这个结果 那为何俄军选择了巴默特作为主要的争夺目标 实际上,乌瓦兰这段时间 主要等于西方的重力武器进入 同时重厂俄军的兵力和士气 而俄罗斯人真是利用几万瓦加纳囚犯兵 死死抱着乌瓦兰人 即使遭受重创,一旦不放手 那是因为,不在巴默特打这种高度 被集中的地面混战 将乌瓦兰人拖住 改用一千多公里战线上的 几百个野战单位 与乌瓦兰人对峙 俄军必败无疑 反而是乌瓦兰人不会有多大的损失 至少俄罗斯国防部是这样看的 但是,亚洲的头目普利过进 他不是这样认为 在他的眼中,俄罗斯政规军全线躺平 杨征出去 看到巴默特与马丽卡丽种 殊死战斗 曾经住处被人的车神战斗队 亦纷纷之离 现在,整个战线上 只有牙达近两万多人在真正战斗 因此,普利过中直接表态 请求普京总统宣布结束战争 这就是无意义的战斗 他不想再打了 普利过中在社交媒体上呼吁结束战争 俄罗斯现在在俄乌战争中取得了计划中的成果 为了俄罗斯联邦以及整个社会的未来 此时之下,非常有必要 比特别军事行动是一个醒目的句好 普利过中在文章中认为 目前最理想的选项 就是宣布特别军事行动结束 通过索约人,俄罗斯已取得他计划中的结果 确实,俄罗斯摧毁了大部分乌克兰男性 现在的阿格纳亦不应该被普京炸干尼症 阿格纳不能够再被利用了 普利过中还表示 如果不能够在公平的战斗中击败乌军 俄罗斯应该花时间分练部队以后再打 言外之意,俄罗斯失劣机不得 不妨就先认进 几年后,拉起队不再打也不迟 普利过中的表态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 人们开始质疑战局将如何发展 普京会不会信英文意,终止战争 战火何时才是灭灭 这些问题仍然然而未缺 现在人们的目光都可以盯着乌克兰 等待着他们的大反攻 还未等到乌克兰的声音 梅德威杰夫就忍不住了 再次发表了惊人言论 这次他见封指向波兰 梅德威杰夫14日表示 我不知道在这场战争中 谁会胜利,谁会失败 但考虑到波兰在北约欧洲前线的角色 如果俄罗斯和北约爆发战争 波兰及其愚蠢的总理 必定会从低头上消失 无独有偶 波兰总理没得维持 记忆之前在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官司采访时表示 护兰有权击败俄罗斯 我担心不弱 与俄罗斯之间爆发战争 因为俄罗斯很快就会摆崩 决战前的口水战发生了 波兰与俄罗斯领队人之间的互相威胁表明 一场关乎所有人命运的决战即将开始 决战的结果可能有两种 说失败 文有接力出场 说俄罗斯失败 巨大国家再次崩溃 最终的结果会是怎样呢? 会有流血 会有牺牲 会有牺牲 会有曲折 但百折不留 船路有报 确实是不变的规则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俄乌战争没有原谅 乌克兰的反攻临近立 该国的国安委秘书丹尼洛夫表示 克里米亚是乌拉的领土 将测试并使用任何非国际法禁止的武器 来帮助解放这片土地 意味着乌军会在反攻组使用大量的战术导弹 精准打击克里米亚岛上的关键机场 弹药库、天鲁哲斯以及克里米亚大桥 几日前 俄罗斯国防部宣布 一枚从乌拉发射的导弹 在克里米亚半岛 费奥多西亚上空被拦截击 据俄罗斯军事专家研究 这枚导弹在雷霆尔 由沙特与乌拉共同研发 去年8月11日 克里米亚撒基俄罗斯海军航空兵机场 发生的巨大爆炸 现在亦被认为是雷霆尔导弹所为 据报道 是即将到来的春季大反攻中 这款导弹的大量生产 将对俄罗斯关键目标 发起致命打击 从事录的文件 运为反攻组建的机动集团 其中的第一梯队 已经准备就绪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 这里面 包括第八二空国旅 第四十七突击旅 第二十二、三十三、三十七、一百一十六、一百一十七 击步旅 共八个旅的兵力 配备的装甲车量 火炮等数量庞大 美国负责训练的 十二个沃拉军队旅 将于四月三号 全部完成训练 佳斯这十二个旅 将配备有大量的坦克 步兵战车和装甲车 火炮、逼炮以及航马军车 全部投入反攻作战 在俄罗斯方面 又在家族部署 据美国国防情报局 情报显示 目前 俄关在整个战线上的 兵力部署如下 哈尔霍库、劳金斯克 48,600人 巴克莫特、29,000人 顿涅治克、23,000人 杂波罗尔、23,300人 哈尔虫、15,600人 总计 前线部署的俄军陆军野战部队 为13.2万人 为了认对沃拉军队的反攻 俄军除在第一线 增缓部队外 还在战线后方集结了 以装甲部队为主的 机动集团 从以上的兵力部署中可以看到 装甲塔克大决战 将其军12个旅 也就是6万人 与俄军的13.2万野战部队之间 展开 最终似乎 仍然破缩迷利 首先 让我们看看战场情况 4月份 俄罗斯对巴克莫特最大规模的袭击 被护人再次成功坐址 战线已恢复稳定 预计 在未来一个星期内 如果没有新俄军增缓抵达 战场的状况 亦将保持不变 目前 巴克莫特的市区 被护人炸出了缓冲区 整片建筑物被移平 俄军没有藏身之处 不得不成坐防护脆弱的T90坦克进入市区 因此被乌军的反塔武器打爆 伤亡进一步增加 在城市外围 乌军依仍在综合反攻 但主要是在乌军优势较达的西南方向 凭借强大的反塔火力 迫使俄军撤退 随着哈马斯火箭炮的重新投入使用 巴克莫特的俄战区 将承受巨大的军机 目前乌军在市区内的防御和战术都无问题 乌军现在虽然利用无人机的优势 打击俄军城外的补给线和兵力集结点 目前乌军无论是弹药、火炮精度 或是无人机 都满足了这个要求 美来巴克莫特之前 取得于哪个手更长 哪个能在更大程度上消耗对方的援兵 因为对付俄军和亚加勒这样的夹杂冲锋 火力充足才是最为关键 其次才是正确 乌军最大的问题在于火力兵充足 之所以仍然觉得乌克兰很厉害 全究竟是精度高 因此在巴默特的战斗中 乌军不存在考性的可能性 只得难平 当然不愿意将欧美塔坎投入巴默特战斗 有一个重要因素 顿列其他方向没有什么新消息 尽古俄军竭尽全力 应未撤断阿夫·大夫卡的补给线 扎波罗尔方向没有新消息传来 此前 Wire在这个方向 发动了小规模反攻 拿下了五个村匠 另外拘为有核电站 双方都不敢大手不进攻 斯亚托和亨利米亚方向相当热闹 比罗霍尼福卡这两日争夺激烈 最终俄军被乌军击退 努比日内被14枚海鲁斯干顾 乌军第26炮兵女 在努金斯坂成功击位 俄罗斯亚战施防空系统 俄罗斯亚被以高罗特方向 租乌兰无人机袭击 使其电力供应中断 欧美军门方面 俄罗斯亚战施高炮已经到位 另外沙门还在云树中 斯洛伐克援助的米亚九战机 逆而抵达 主导导弹 红头飞弹的应该是R627 八头小的飞弹应该是R673 这两种都是半主导制导导弹 弱于俄罗斯的R677 当米亚九装上A5120导弹时 就算是延线艦 现在俄军基本上无力发动 想把握的大规模导弹袭击 只能是一次发射深回导弹 挖布朱15架无人机 德国新任国防部长 想任何解禁了炮异弹 并在几个小时内 批准了波兰向乌兰转让米亚九战机 乌兰总统扎雷斯基在14日晚间表示 他正在与英国首相 申慧成就组电飞机联盟事业 随着战争的持组进行 双方都在寻找能够改变战局的突破口 乌克军队在密间和国附的支持下 逐渐巩固了自己的阵地 展示了强烈的反抗意志 而俄罗斯军队則是在人数优势下 通过调整战讯来取得战略优势 总的来说乌兰军队在巴姆特的战斗中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但在火力方面仍有不足 在面对俄军和亚加勒这样的敌人士 乌兰需要寻找更多的援助和火力支持 以上是今天的新冷战争新节目 如果您喜欢这节目请帮助点赞转发 如果您是新来的朋友请点击订阅按钮 并打小力当 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最新的节目了 多谢您的支持 拜拜